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分是从行政岗位来到政协的 大部分人的行政职务在今年两会后都已卸任 但也有一些副主席仍然身兼政协和行政岗位的双重职责 这意味着他们两方面的工作都要兼顾 例如上周五十三日 全国政侠副主席交通部党组书记杨传棠 还在交通部干部大会上 通报了2018年专题党性分析情况 这些副国级领导为何会有双职务 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在之前的类似情况中 或许能得到一些参考 双职务副国级政治圈 微信爱帝 微politics书里发现 现任政协副主席主 还担任行政职务的有四人 除了开头提到的杨传棠 另外三人分别为巴特尔 汪永钦和何利丰 杨传棠是1954年五月生人 今年六十四岁 从2012年开始在交通部工作 先是部长 夫役一人担任 到2016年 交通部实行了双部长制 他卸任部长 仅担任党组书记 巴特尔今年六十三岁 2016年 一直深耕内蒙古的他 以自治区政府主席身份上调中央 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汪永钦较之前两位略年轻 到今年九月他才五十九岁 现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 国务院副秘书长 何利丰今年六十三岁 2014年 他从天津市政协主席职位上调中央 担任政部级国家发败委副主任 2017年担任主任至今 鉴于副国级领导干部 可以到七十岁退休 这四位副主席都还在服役期 不过 根据同期和此前的干部任用情况 这些副国级并非一定要等到七十岁 才会卸任行政领导职务 举个例子 同样在本届政协被选为政侠副主席的连宾 是原国家为纪委主任 今年六十四岁 不过随着机构改革中卫纪委的撤销 他没有再担任行政职务 早有先例政治权威信 爱蒂 WePolitics 也看看十二届政协时 副主席同时担任行政职务的情况 副国级的双职务早有先例 2013年 周小川在年满65岁 已担任央行行长十年的情况下 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 这项任命被外界解读为 中央对周小川的工作满意 希望他继续在金融领域工作 晋升副国级后 他又继续掌舵央行五年 直到今年两会之后 周小川告别央行 还有一位 杜青林 他是1946年底生人 杜青林在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中 均担任副主席一职 十一届政协期间 他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十二届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除了以上两位担任政协副主席期间 还全程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战部外 还有两位在十二届政协中期卸任行政职务 2013年 王家瑞和王政伟 当选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王家瑞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职 直到2015年年底卸任该职务 当时他66岁 在当选副主席的时候 王政伟担任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直到2016年4月 王政伟卸任全部行政职务 当时他59岁 11 12届全国政协时 还有一个非常态的任职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 同时担任志工党中央主席和科技部部长 如何平衡工作 身兼两职甚至身兼多职 意味着更多的付出 政治权威信ID WePolitics 带您来看一下四个月来四位副主席的工作行程 说回杨传堂 从公开披露的内容看 他在政协工作上付出了很多时间 不过交通部的工作也在进行 比如本次干部大会上 他总结了6月上旬以来 开展的七一专题党性分析 尽责完成党组书记的工作 巴特尔因为行政职务和政协职务结合相对紧密 所以在这四个月的工作中 大多在围绕民族和宗教工作进行调研 汪永青则在全国政协两个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发言 主题分别为基本解决执行男问题和围绕 为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谏言宪策 他还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 最后说一下何立峰 毫无疑问 这位国家发改委的大尊管非常忙碌 除了发改委本身的工作 今年以来 他还多次参加了外事活动 例如习近平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举办的欢迎仪式 陪同李克强出访东欧等等 不过对于政协的工作 他也付出了不少时间 而且并非只有外出调研 参加常委会等内容 甚至包括理论研究 7月14日 何立峰出席了辽宁省政协举办的习记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并讲话 此外 四位副主席都参与了一项政协的重要活动 6月底 13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常委会举行 围绕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戒严自证 会议前 杨传唐 巴特尔 汪永清 何立峰等全国政协副主席 分别带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调研 资料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政协报等叫对象站 我是福利的分割县 开工咖啡继续送 凡是本文留言上墙的朋友 都能免费获得一杯Luckyin Coffee 瑞幸咖啡 领取方式 发现自己的留言上墙之后 请私信郑之君你的手机号码 并下载Luckyin Coffee的APP 用提供给政治军的手机号码注册登录 两个工作日左右 咖啡券就到手了 用券在APP下单即可免费享用 活动规则 同意手机号码的读者 在今天正知见微信ID VQZ HampShield 正知的微信ID A Politics 政治权微信ID V Politics 这三个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中 留言均有效 只要够精彩 能上墙 咖啡券就是你的 PS 上周的咖啡券已经送出了 大家下载Luckyin Coffee的APP 用提交的手机号注册 即可收到咖啡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订阅